姦若潘納 他把人性裡面的嫉惡 發揮到極致 虧泄責任 栽贓 抹黑 然後恐嚇 利用國家機器去惡整 蔡氏的DNA 他親小人怨賢成 你政黨輪替 台灣人尤其年輕人 你狗媽要上戰場 你的性命堪憂 兩個蠢 這個首腦是一個騙子 他周邊做的全是騙子的時候 那你看這個國家要變什麼樣子 他把中華民國經營成XX洞店 問題大了 那幾個笨蛋我放眼望去 沒有一個 要學士沒學士 要人品沒人品 要經驗沒經驗 蔡氨危機 溫水煮青蛙 台灣是最好勒索的國家 你不覺得只有汪塘嗎 台灣真的沒有前途 下架民進黨 蔡英文應該先拿到一個獎 他就是 上面一個 我剛剛刻四個字叫 姦若潘納 那 我真的是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這次的執政 是真的嚴重考驗人性 我覺得他把人性裡面的極惡 發揮到極致 真的 我是真的必須這麼說 那你看包括最近的這一個 發生在巴西聖保羅的 這個組長的親生 你會發現一個環境 一個官僚體系 他可以做的壞事 真的被蔡英文執政的這六年多 然後抹黑然後恐嚇 利用國家機器去惡整 其他就是一個論文門的縮影嘛 一模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在這六年多 她給了這個整個職任團隊 注入了一個蔡氏的DNA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其實我說真的 民進黨這裡面有很多的朋友 以前我認識的他們 他們不是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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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或說他們從大學時代 還是一些有理想的人 所以才會走上反對運動嘛 可是在 所以我真的真的覺得說 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閉眼 你是什麼樣的領導人 你會注入你的領導團隊 一種DNA 然後很快的劣幣足糧幣 符合這種DNA的人會留下來 不符合的人會走 然後在這裡面呢就會變成 大家東施孝平 開始做這個逆向的循環 造就了這整個辦公室的文化 就這樣形成的 一個國家的文化 一個內閣的文化 就這樣形成的 因為我重用小人 所以初始表說 親賢成怨小人嘛 那今天剛好我覺得 蔡英文的這六年多 最大的問題就是 她親小人怨賢成 把這整個台灣的這個政治環境 可以發揮到極致的惡 被她發揮到淋漓盡致 那你剛提到選舉 我可以預見 賴清德如果當選 她絕對就是消歸曹水 繼續把這個惡 加以發揚光大 我為什麼這麼大膽的說 因為她到目前為止 她有一點想要反省 或想要檢討 想要改變的意願都沒有 再加上她那個懦弱的性格 證明了一件事情 她只能消歸曹水 因為她的能力就到這裡 所以我是完全不看好 民進黨如果繼續執政 會給台灣帶來任何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2024年很簡單 就是要四個字 就是政黨的問題 讓這個政黨呢 好好去做反省 去做個四年或者八年 讓他們去常常在野的滋味 然後去十年升聚 十年教訓 不然的話 我覺得台灣人 尤其年輕人 你恐怕要上戰場 你的性命堪憂啊 我覺得這張照片 曝露了蔡英文 跟她團隊的兩個蠢 第一個蠢就是說 如果你真正是國安會議 這裡面沒有一個人懂國安嗎 我看過去顧力熊 黃崇燕 這裡面戴那個口罩是不是林鶴明 看不太清楚 這裡面沒有一個是軍方出身的 沒有 完全沒有 那你說國家安全不需要軍方 那請問你她是在幹嘛 在部署逃亡路線嗎 這是第一個蠢 第二個蠢就是說 像這樣的畫面 她把它流出來 也許他們這個畫面只是做公關好玩的 就是跟老百姓說 我這個還是有在上班嘛 那你就擺個樣子的話 你應該擺一個稍微具備專業的樣子 所以我在我的臉書上貼了三張照片 你去看看歐巴馬時代的國安會議長什麼樣子 你去看看川普時代 看看拜登時代的國安會議長什麼樣子 裡面都有穿那個軍服的這個軍人 大概都是 大概都是軍總司令 或是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層次去參加的 結果你看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呢 基本上 都是 弱不驚風的文人嘛 那好啊 你說我今天國安會也沒有啊 我只是在討論說 要怎麼樣讓這個 通緝犯落網 所以不需要軍方 可以啊 那你照你這樣講的話 你就不要告訴大家說 你在進行什麼國安會議簡報 所以我說這個圖片 就是顯示了兩個很蠢的事情 而這種事情 坦白講啦 我說真的 以前國民黨執政或是阿扁執政的時候 不會犯這麼多這麼蠢的錯誤 歸根究底還是領導人蠢啊 沒有辦法 所以我常常看到這個 民進黨這個執政團隊喔 這六年真的是把能夠犯的錯 犯到了極致 我擔心的是這樣的團隊習慣了以後 將來如果賴清德當總統 數來數去 還又是同一批人坐在這裡 那台灣怎麼辦 這是我最擔心的事情 如果這個政黨輪替 他們要活下來的機會趨近於零啦 好還有張敦涵嘛 你看這一眼看過去 八個裡面有四個 還有蔡英文的時候有被告 這些人如果就算政黨不輪替啦 法院的體系也會輪替嘛 台灣不輪替 美國也會輪替嘛 美國不輪替 英國也會輪替嘛 所以我說這些人 就是我的被告一字排開 那這些人有什麼共同的特色呢 就是幫助蔡英文 去掩飾她的假學歷 然後成為他們的燈籠之術 所以當一個集團 這個首腦是一個騙子 然後周邊做的全是騙子的時候 那你看這個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外交官會這樣子去霸凌別人嗎 然後台灣的這個走私香菸的人 可以變成這個六星上將嘛 所以我說蔡英文執政真的是把人性之惡啊 他把中華民國經營成勒馬飯店 這真的是我覺得是一個 天有台灣啦 我覺得這對台灣來講 真是一個非常糟糕的 有很多東西 尤其是文化是回不來的 不是說這幾年過去就算了 都是回不來的 這是我們每天在嗆這個中國大陸 你要考慮一下 是人家靠你還是你要靠人家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先不要考慮什麼紅啊藍啊綠啊 你先去想想你要去嗆它 你要去挑釁它 是它要靠你還你要靠它 這件事情要先想清楚 2022年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 是1565億美金 是5兆台幣 是你佔人家便宜還是人家佔你便宜啦 我們先不要談什麼共產黨 國民黨 民進黨 或者是什麼意識形態 什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殺豬八毛 你不要去考慮這個問題 你先去看看眼前的現實 人家是你的衣食父母 還是你是人家的衣食父母啦 就你搞清楚態勢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每次去惹人家 惹完以後有什麼好處 這要算盤要算一算嘛 對不對 你說今天我們當年李登輝時代 挨了兩個空包蛋 但是我們換來什麼 我們換來一個不能妥協的民主嘛 就是我們總統要直選嘛 你要嚇我 我還是要直選 你要怎麼弄 反正這對台灣的民主進程 是一個既定的路 所以我們決定總統直選 你要恐嚇我 我們就是雖千萬人無往矣 可是你去看看民進黨執政這幾年 當每次中國對台灣文攻武嚇 文攻就不用講了 文攻是常態 武嚇都是什麼 裴洛西來台灣 裴洛西來台灣人家要卸任了 人家要卸任前沒幾天來台灣 帶著兒子來這邊兜生意 那你就跟人家熱烈歡迎 然後換來一陣的武力威脅 其實你不要講說 沒關係啦 台灣民眾都已經習慣了 武力威脅無所謂 大家都習慣沒差 海峽中線就中線 跨越就跨越 然後頭上飛彈沒有關係 反正沒有落下來 問題大了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國安會議要開的問題 就是那個幾個笨蛋 那幾個笨蛋我放眼望去 沒有一個要學士沒學士 要人品沒人品 要經驗沒經驗 顧力雄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律師嘛 對不對 就是一個那個 那個臭判官嘛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炸人血不眨眼的那種商業律師 然後你再去看看黃崇彥 張敦涵 那個要書 書又念不好 然後這個事也沒做成 在民進黨內也沒有什麼資歷 就只是因為幫忙論文門護航 包括整個萬國法律事務所的 顧力雄 這些人的共同點就是幫他 簡單講起來不是國安危機啊 是蔡安危機啊 幫他解除蔡英文的危機 所以一個月積選升天 然後你看 很簡單嗎 把蕭美琴做了啥事 最近曾淼洪博士還在起蕭美琴的底 蕭美琴是台南新化高中畢業 因為書不會念 所以父母親呢 因為媽媽是美國人 所以就把他送到美國去念一個 市民學院大致不是幾個 只是因為會講英文 媽媽會是美國人 所以就變成今天駐美大使 一天的外交官都沒當過 所以蔡集團把專業践踏到無以復加 所以外交官才會 沒辦法接受自己辛辛苦苦考 外交特考 從這個小職員一路爬爬爬 爬到後來 結果被這些不專業的外交高層 吳釗希也是啊 一天外交官都沒當過嘛 他跟我一樣嘛 教授而已嘛 他正大國安中心的教授 然後就去掌管國家安全 你看看剛才那個所謂的國安會議 裡面沒有一個人像樣的 沒有一個人像人一樣啊 現在這個排出來這個也是 他們的共同點就是 他們都是論文門的共犯 除此之外你真的找不到 所以我剛剛講說 台灣人最怕的就是溫水煮青蛙 而且我認為這些文攻武嚇 對台灣造成最大的傷害就是 中共不斷在測試台灣的底線 好啦我現在跨越海峽中線沒事 對不對我進行沒事 我飛彈飛過你頭上也沒事啊 你們都好好的啊 接下來我飛彈不小心落到你的頭上 炸出個大洞 我相信也不會有事 這個是台灣最可怕的地方 那我剛剛講嘛 如果今天中共動不動對台灣文攻武嚇 如果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 而他文攻武嚇 那我們來承擔 問題是你弄一個 裴洛西快下台了 帶著兒子來兜生意 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你這一趟去弄個全球領導力獎 就全球盤納獎 那是你家的事啊 你為什麼拿台灣的納稅人的錢 這個布魯金斯研究院 一樣啊你過一陣子 布魯金斯研究院再頒他一個獎 你也不要覺得很奇怪 那你去看看 這一些其他國家 有人像這樣捐錢的嗎 所以台灣在全世界已經是 真是堅若盤納 每個人都知道 台灣是最好勒索的國家 所以會絡繹於圖嘛 你看一下又來一個 這個什麼訪問團 然後英國又來一個訪問團 過一陣子 奇奇怪怪的國家都來了 所以你看我們的斷交也是這樣啊 開始跟你要錢啊 哦講到斷交這件事情 我覺得媒體應該去追啊 我們放款 我們長期放款 給這些貸款國家啊 他們斷交以後就是拍拍屁股走人嗎 這個錢怎麼追 還是我們的外交官在海外 就直接把這錢給吞了 這裡面有很大的問題啊 好像沒有人在意 斷交就斷交 那請問斷交後續的 我們長期對這些國家承諾的貸款 是還還是不還呢 還給誰呢 這個我覺得是 台灣真的是 唉真的是錢太多了 我有時候覺得 這個民進黨政府 應該把他放到冷凍庫啊 去冰他個20年 好好反省 不要再出來危害社會 唉政府告人民 這真的是蔡英文時代的 這個主流的這個政府作為 太荒唐了 政府告人民這種事情 你去日本去美國去英國去德國 去法國 你去看先進國家民主國家 有政府在告人民的嗎 AIT的這個在台辦事處 台辦事處處長 蘇曉雅不是講的嗎 當那個記者在問他說 你怎麼看 這個台灣現在興起一股 有所謂的疑美論 他說質疑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正常的 他說我們作為一個政府官員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去解釋疑點 事疑 而不是去指控別人說 你講的是假的 你看這個是一個多麼磊落 多麼清楚的民主概念 在台灣剛剛好相反 而且台灣的惡官啊 他的惡還不只是說 去指控別人假新聞 他要告人 然後他拿著我們的錢 請律師不斷的告我們 你不覺得這個荒唐嗎 民進黨真的要下架 我是說真的 不管什麼神出來都一樣 這個黨 要讓他修更個十年八年 不然台灣真的沒有前途 所以我覺得大家 從現在開始 當然各有所屬啦 我不知道接下來 有幾組的候選人 可是大家最大公約數 應該就是下架民進黨 經常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您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CTI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